内地一直存在大医院人满围患 体证体验差的现象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和合作越趋紧密 大湾区地方政府 越来越欢迎香港人 和当地医疗机构到广东省服务 有港人看准商机 在潘于开办私人移科诊所 从事移科诊证超过30年的张建青 退休后反聘到这间诊所 同时在公立医院兼职体证 他表示公立医院有不少名医 都会到私立诊所出诊 寄保留铁饭碗 同时享受更高的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 一时以来 移科医生都是很辛苦很辛苦 每间医院都是 只要有移科医院的医生都很辛苦 他一天最多的看着百个好 所以你想想他的上班时间 都不够五分钟就看一个人了 2016年内地全面放宽医生 多点执业社会办医的政策 政府甚至鼓励医生兼职开诊所 深化地方诊所和公立医院的合作 均衡医疗资源 我们也将我们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 会上送给他们的 就是一个相向转诊的模式 只要是移科相关的科室 我们都会有什么的 就像你们所知的普通的移科 和儿童的口腔 儿童康服 他们是肯定做得精我们的 如果真的说很精尖的那些 我们就会转介给他们 我们是相当于审门人 内地除了医院之外 营办方可以选择以公司、合伙企业 个人独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等形式 经营其他医疗机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